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嘴上说着要和中国合作 而背后却大谈中国威胁 甚至对中国发出各种攻击 而近日在所谓的美国外交政策对话会上 布林肯更是30次提到中国 而且一边大谈中美合作的必要性 另外一边却再次对中国发出威胁 声称中美竞争美国一定要赢 美国要塑造未来 美国这是要将双标表现得淋漓尽致吗? 当着全球的面,布林肯这是要向中国下最后通牒 中美新一轮的对抗要开始了 真可谓是触动经济比触动灵魂都难 在拜登在欧洲掀起一场对中国的全球关税大战后 布林肯对中国再次发出威胁 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美国将确保重塑未来 中美最后的决战要来了 近日,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 好久不露面的布林肯在参加美国所谓的外交对话会中 再次提到了中国 而且是50分钟的对话 其中更是30次提到中国 真可谓是离了中国美国高层都已经不会说话了 而在这次对话中 布林肯一改往日所谓的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的言论 而是大谈所谓的中国威胁 在每一次提到中国的时候必须提到竞争 而在提到所谓的合作时 却只提对自己有利的那就是芬太尼 真可谓是将双标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布林肯更是提到 美国将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应对中国发起的挑战 可以说 美国这是将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角色中 要知道 到今天为止 无论是贸易战 科技战 还是金融战 哪一个不是美国挑起的 而且 美国还认为 科技战的强度不够 已经派出美国高层出访日本和荷兰 要对中国半导体施加更加严厉的制裁 可以说 今天全球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中国 而是美国 因为全球最需要的就是发展 而美国在干什么 不是在欧洲拱火 扰乱全球的贸易体系 就是在中东和亚洲捣乱 导致全球一度狼烟四起 这到底是谁在破坏世界 挑战世界 而且在这次会谈中 布林肯更是提到 接下来的北约峰会 不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会参加 就连日本和印度也都会参加 而且更是提到所谓的 今天在欧洲发生的事情 明天也有可能在亚洲发生 而我们都知道 之前北约秘书长就曾对中国发出最后的通牒 让中国不要再和俄罗斯合作了 如果再合作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且更是表示 不排除让中国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 而今天 布林肯再次提到 这局欧洲的事情将在亚洲发生 那就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要在亚洲打造新北约 而且 其最终的目的就是用来对付我们 而从最近印度的表现和日本的所作所为来说 这一切正在慢慢靠近 一边用金融霸权给我们施压 另外一边则是北约东扩 从而将中国彻底的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 而且 这里便也不排除俄乌事件在亚洲重演 而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为了自己的霸权宝座 将要拿出所有的手段对付我们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 也需要为美国最后的疯狂做好准备了 真可谓是天欲使其王 必先使其狂 今天的美国可以说已经到了沸腾的临界点 不是内报就是对外转嫁 而对于美国来说 或许我们就是他们转嫁最好的目标 在前两天 美国已经拿到了瑞士银行的账户数据 而到了今天 布林肯就对中国发出挑战 表示美国将重塑未来 这就说明 美国别说失去霸权了 就是对当下的博弈都不满意 而且布林肯也表示 将分三路对华出手 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军事围堵 以及经济脱钩 外加外交孤立 可以说这是美国惯用的手段 相比较来说 经济脱钩 其实美国一直在暗地里进行 虽然嘴上说着 中美合作是对世界有利的 而且 即使竞争 也是有限度的 但是等美国行事的时候 就完全不讲那一套 所谓的竞争 不过就是对抗 而合作就是在对美国有利的地方合作 比如在芬太尼以及气候等方面 等美国拿到好处以后 美国是必然翻脸的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对于台岛的军售和纵容 是越来越多了 以前还是民间团体 现在就是高层 而且还拉欧洲的高层参与 而这些都是 美国想在我们这里 复制下一场俄乌冲突 只有这样整个欧美才能从中捞到好处 而美国也能从欧洲和中东解套 再说了 今天美国迟迟不降息的原因 就在于美国没有收割到太多的利益 今天的负债 就是明天要放出去的水 如果今天不将其他国家的债务打爆 那明天放出去的美元 就不可能捞取到巨大的利益 而这也会加重美国的通胀预期 所以说 今天美国硬扛着不降息 其实就是在等 要么成立亚太小北约 复制俄乌冲突 从而搅乱我们周围 让更多的资金出逃 进而完成收割 要么通过强美元和强石油周期 通过遏制需求和提高能源价格 来打击我们制造业 可以说 这两种方式都是美国今天所实行的 而且 今天我们也能看到 日本的货币 只要一波动亚洲的货币 就出现下跌 而日本却必须听命于美国 这就说明 日本如同美国安放在亚洲的定时炸弹 只要美国需要 随时引爆日本都是可以的 而近期我们也看到 在我们周围 再次出现了股市暴涨潮 不是日本涨 就是印度创新高 而这更像是在我们周边 撒下的诱饵 毕竟谁都知道 我们的经济周期要比美国快 再加上我们处于动能切换中 这就会造成更多的资本追捧热钱 而至于影响 那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要抽走更多的流动性 同时如同瑞士银行一样 先编织一个美梦 最后再连锅端走 而对于我们来说 今天光防守已经不是最佳的选择了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而是应该团结更多的国家一起努力 毕竟被美国欺负过的国家还少吗 中东 非洲 以及拉美等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毕竟众人石柴火焰高 美国重压 德英法医只能低头 日本不敢就是 中国底气来自哪 面对着美国的强大压力 欧洲各国或者日本都不得不低下头 虽然此前 欧洲多个国家表示不愿意卷入贸易战 但最终 欧盟还是通过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税 虽然日本多次表示将进一步的干预汇率 挽救不断下跌的日元 但是被美国警告之后 现在日元不但跌破了160 还跌破了161 日本央行却不敢有所举动 无论是欧盟成员国 英国还是日本 在面对美国时都显得非常缺乏信心 没有底气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吗 并不是 其实真正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今年一季度的GDP中找到 在欧盟 前三大经济体分别是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 今年第一季度 这三个国家的GDP依次为11393亿美元 7752亿和5594亿 而美国在同一时期的GDP则高达69187亿美元 换句话说 法国和意大利的GDP总和甚至还不到美国的领头 而德国的GDP也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 即使将欧盟前三大经济体的GDP总和相加 第一季度的总额为24739亿美元 也仅占美国GDP的35.7% 所以前不久 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在德国发表公开演讲 倡导欧洲各国摆脱美国的影响 但他一回到法国 法国的股票 债券和汇率市场就遭遇了严重下跌 当然直接的原因是马克龙宣布提前选举 但真正的原因则在于 美国的犹太资本找到了这个机会 对法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大肆的打压 这里面明显有警告的意味 假设马克龙没有宣布提前选举 估计也会找到其他的理由进行抛售和做空 尽管英国已经脱欧 但若将其重新纳入计算 一季度的GDP为8691亿美元 加入英国后总计为33430亿美元 这也仅仅是美国GDP的48.3% 还不到其一半 正因为这样 可能才导致了英国前些年下定决心脱欧 既然与欧盟捆绑在一起 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英国决定还不如紧紧地跟随美国 日本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日本央行刚刚通过抛售375亿美债 试图稳定不断贬值的日元 结果却遭到了美国的严厉警告 美国不仅仅口头警告 甚至还直接把日本拉入了汇率超重的监测名单 这一举动导致当日元再次跌破160时 日本央行也不敢再次干预市场 另一个数据同样揭示了类似的差距 根据Swift公布的全球货币支付份额 美元占比高达48% 而欧元稍高于20% 英镑不足7% 差距依然显著 相比之下 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的GDP达到了41716亿美元 超过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总和 现在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0% 比前些年少了17个百分点 但这主要是汇率折算造成的损失 早在2021年 我们的GDP就已经相当于美国的77% 而在那之后的这几年里 我们的GDP实际增长率每一年都远高于美国 所以当美国的通货膨胀回归正常之后 当人民币的汇率逐步回到过去的水平时 我们的GDP可能已经超过美国的80% 因此 我们一直都很有底气 我们的结构 我们的结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